每年五月份是早上所提税申報月份 各地國稅局這支提供民眾利用網路和手機來補稅這行的時間 依靠南府國稅局來統計下來申報驚訴 比到過年是檢測到九千萬元 到6月30號我們南區國稅局轄內 綜合所的稅的總申報件數大概是878786件 那麼較去年888078件少了9292件 減少的幅度大概1.05%左右 南府國稅局長路人數標是說 今年完成的申報驚訴當中 它就使用網路報稅減台中 這幾年這支提供到手機的報稅 也讓申報驚訴生中不少 只以傳統的林工和二維條也的驚訴是不夠一% 網路申報大概有618437件 那佔所有申報件數的70.37% 那接下來就是稅額試算 稅額試算大概佔了總申報件數的28.97% 我們推廣的是今年我們的手機報稅 因為增加了編修功能 所以它整個手機報稅的件數 佔整個網路申報有高達28.19% 今年申報因為雅情關 那十幾時間是已經延遲到6月30日 但是還有很多人是不去接來報稅 又是提出民眾可以利用到林工申報方式來報稅 那是需要報紙料的民眾也要注意到時間 申報結束之後當然有一些可能就是 你有用列舉扣除也需要繳交證明文件 在這裡特別提醒大家 務必要在7月11號以前 你可以用紙本 也可以來林貴繳交都可以 有些人可能他忘記了在期限內申報 那預期申報怎麼辦呢 如果你是符合稅額試算的 你在111年的9月8號之前 你都可以用稅額試算核定通知書來 跟我們做補申報的動作 但是你如果不是符合稅額試算的 不好意思 你只能夠用人工申報 那副國稅教室標示說 如期在期限內內完成補稅 當時可以退稅 民眾七分幾十九合 將會可以第一次退稅 那這新聞等一下 待會兒我們採訪報的 到這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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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